F15是我最喜欢的一架战斗机 不只是因为它是变形金刚记忆里面的红蜘蛛 还因为它实在太强了 比如断掉一边的翅膀依然能够飞得回来 比如能够用炸弹来完成一枚本该有空空导弹干的活 还比如至今保持着令人难以置信的104胜零负的空战记录等等 所以显然三部大叔更喜欢它 在过去的50年时间里面 美国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试探它的极限 不断的为它开发出新的用途 而其中最夸张的是发生在2006年波音想出来的点子了 让它背上一枚火箭 是真正的多极火箭 成为一个空中火箭发射平台 把小型卫星等有效载和随时随地的快速送入轨道 代号全球攻击音 所以波音是怎么想到这个点子的 他们为什么要选F15 而最后为什么这个想法只停留在了纸面上呢 今天咱们就来了解一下 其实从空中平台发射运载火箭并不稀奇 早先的美国斯恩航天公司轨道科学 在1990年就成功的把第一枚飞马座运载火箭 从B52的机翼下方送到了300多公里高的近地轨道上 如今也有维珍轨道在使用747继续像这样空射火箭 所以既然维珍轨道都能受到启发 波音的工程师自然也能受到启发了 唯一不同的是他们选择的平台很特殊 你看前两者使用的都是如洛克系的三星 和波音747这样的宽体客机来改造 而后者却选择了小得多的F15 为什么呢 很简单 因为这个疯狂的计划就是为已经现成拥有大量F15 及其配套设施的美国空军量身定制的 美国毫无疑问拥有全世界最好也最先进的卫星 它们非常昂贵非常复杂也非常的庞大 所以发射它们上天自然也成了一件非常谨慎的事情 这通常意味着从设计人员的工作台到火箭发射的发射台 再到轨道上进入实质性的工作需要花上数年的时间 好在美国人步子迈得早 很多如今天天被商业国防和情报部门用的高级卫星 早就已经在天上飞了 所以也不该有什么担心对吧 可是天机冲突现在已经不再只是科幻小说里面的情节了 随着针对卫星的动能武器的发展 以及可以干扰捕捉甚至是摧毁对方卫星的杀手卫星的出现 美国人开始担心起来 他们那些在史前时代发射上天的卫星 在面临真正冲突的时候到底还能有几颗留得下来 比如前空军部长西瑟·威尔逊就在2018年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我们在一个没有石头的世界里面建造了太多精美的玻璃房子 言下之意就是现在有人握着石头出现了 我们该怎么办 怎么办呢 那就是建立起一个能够快速部署更小更便宜的卫星的系统 波音翻了翻自己的宣传画册内心泛起了波澜 他觉得这次财富密码终于叫到了对的人的手里面 咱们家的F15强大到垂直都能够飞得起来 就是个涨得下是飞机的火箭第一级嘛 还有谁比他更适合接这个任务呢 而且跟以往要费尽心思说服 山姆大叔掏钱出来的采购新飞机不同 这一回咱只是在你已经大量扑下去的设备上面做升级就可以了 如此省钱省心你不得认真考虑一下吗 所以2006年波音团队就带着他们 那不一般的PPT自信满满的参加了 位于洛杉矶的第四届及时响应型太空会议 所以波音到底是怎么打算用F15送火箭的呢 下面咱们就来揭秘啊 首先发射还是次要啊 第一个要克服的障碍是怎么把火箭给挂上去 尽管F15的机身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动力和充足的有效载荷的能力啊 但是想要把一枚14米长 14吨重的火箭给安装到飞机的下方呢 也是绝无可能的 翅膀首先就被排除了啊 因为根据之前的研究 腋下的挂架是无法承载任何单重大于100公斤的物敌的 而肌腹下方呢 尽管之前经过改装的确也挂下了那个看似不可能的四米长 450公斤重的AM54凤凰导弹 但是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啊 火箭要是出现在同一位置 那就不是起落架在拖着F15跑了 这个角色得换到他的身上 所以怎么可能呢 只能把它背在背上啊 于是两个垂直尾翼之间的宽度呢 就定义出了这枚火箭的最大直径 而由此带来的巨大质量 则交给了机身内的四块隔板 来顶住 波音的工程师们检查了一下 说嗯没问题 他们强壮的很啊 好吧 重量和直径看起来都OK 但是长度却给F15制造了麻烦 火箭的整流罩呢 不仅会压住驾驶舱的顶盖 使其难以打开 还带来了更大的问题 弹射装置它用不起来了 你要知道啊 驾驶这架经过魔改的飞机 本身就是一件够疯狂的事了 如果它还是一架无法逃生的飞机 那就连疯狂的飞行员都会避而远之了 波音自然是知道这点的 所以呢 干脆直接去掉驾驶舱里面的座椅 让它自动驾驶得了 当然在没有飞行员的情况下 操作飞机对于美国空军来说呢 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啊 他们本身就操作着各种各样的无人飞行平台 就波音而言啊 他们不是已经拥有把退役的F16 改成无人驾驶的QF16的经验了吗 所以这个障碍也是可以克服的 剩下的就是怎么把火箭给发射出去了 咱们来看看火箭本身 麻雀虽小 武藏俱全 它拥有三级发动机 不过同样为了省钱省事 它直接就把美国为洲际弹道导弹 备下的库存给用了起来 第一二两级呢 用的都是来自民兵二型导弹的固体火箭发动机 第三级则配备的是为各种小型火箭 提供动力的猎户座三霸发动机 为了改善其在F15顶上飞行时的空气动力学呢 第一级的喷口后面会被造成一个尾锥 这样在经过流体力学模拟之后呢 波音的工程师们惊喜地发现 除了那个高出垂尾一点点的火箭尾翼 会使生力下降一点点以外呢 其余几乎就没有任何的影响 而那损失的一点点生力呢 只用改变一度的引脚就能够弥补了 我严重怀疑啊 F15是不是生来就是为了拖东西的 在放出火箭之前啊 波音要求的步骤是 F15先是在8400米的高度 以1.7马赫的速度做向上40.4度的爬升 等到了15000米 在1.35马赫的速度下呢 再实施机舰分离 大约4秒 在F15已经俯冲 并离开了一定的安全距离后呢 火箭的第一级才会点火 进入自己的工作序列 知道吧 再和送入轨道 听上去确实是一个挺靠谱的概念啊 但为什么偏偏就只是画在了PPT里面呢 大概呢 有以下这么两个原因啊 一是美国对新颖的火箭发射系统的需求呢 其实并没有那么迫切 这一点波音算错了 二是啊 相比起小驴拉大车 美国人显然更喜欢用大炮打苍蝇 把小火箭挂在轰炸机的大翅膀下面 不是来的更威风吗 好了 今天的内容呢 就到这儿了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